大家周末好 今天有点时间我来为大家复盘分析一些股 我们将以形式分析观察重点和个人看法的三个角度来分析 这期的快速解盘我们来分析等哪个 等哪个在周五没有取落收盘在9块2 这是周五等哪个的图形我们先来做形式分析 等哪个之前曾经有上过一波稍微突破了这个高点 不过他在这个9.82这个价位受阻回落第一次 突破不上然后稍微回调 然后第二次又再上攻 但是还是不能突破这个9.82 所以遇到这种情形 这个就是小双顶 所以如果第一次上到高点突破不上 如果你没有走的话 那么如果他再一次上攻又到达了这个价位 如果还是不能上攻 那么短线你就要考虑套利 因为如果他突破不上就会形成了小双顶 所以小双顶形成后他会直接跌下来 所以目前他跌到这个区间转为横盘 这个区间上方我们设立主力9.29 然后他的支撑设立9.10 也就是目前他在这个区间波动 所以我们的观察重点要等他出方向才交易比较好 因为横盘波动是不确定的趋势 他只是在横盘震荡 不过横盘最后他还是要走出他的新方向 也就是突破向上 也就是跌破他的支撑 所以如果他突破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再交易 虽然价位比较高 但是他的方向就比较确定 只要你没有追到带高 他可能会再度挑战这个高点5.82 但是如果他是跌破的话 那么他会继续向下跌 而低点支撑就在8.81 也就是这个之前的低点 所以如果他跌破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低点支撑8.81 能否走得住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 你只能5050罢了 如果突破向上 那么你就有的赚 虽然你的价位低点 但是如果他跌破 那么你在这里就要亏损了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等待市场突破的方向后才看 虽然你价位可能买到高一点点 但是你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 而目前的MACD 他已经沉入了水底 在这里盘整 方向也是不明 而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他在自己上攻突破不上 我觉得他的激励可能是向下跌破比较多 因为目前市场也是低迷 所以如果他跌破9.10 如果你有票的话 那么你可能考虑短线 卖出必闲 然后再低一点的价位才借回下来 OK我们今天快速解盘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日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期末期判